我上次看Fatpick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感動 因為Fatpick是一個愛情勵志劇 她是說一個女生怎樣去追求自己的愛 雖然她被市面上的人都覺得她是肥 但是很勵志和正面的訊息 今次R1我自己做演員就更加很期待R1 尤其是我也知道她們的R1 就不是照上一次的做法去做 她們今次又會重新去演繹 再加上一些厲害的感情和感覺 完全由演員的角度去出發 自己做演員就更加期待R1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演出呢 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支持Fatpick 因為是一個很正面麗質的戲 看完都正能量 Yeah 好any人 好any人 好any人